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今天帶大家來到坦仔運動場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個介紹 都是做運動,不過就走上天橋 最新的,走上天橋 由運動場站開始,一路延伸到後面花城 以及再到中央公園 其實它的造價,我覺得近年澳門來說算是抵抵的 抵抵,即是多少錢呢? 兩億有閘 我沒什麼概念,因為聽說這條路挺長的 你說兩億算便宜還是貴呢? 市民自有公道的,但好像這個隧道都準時的 這裡是行人天橋 其實歷史三年 我想當初的宮崎預計大概都是今年開通的 對比起前面另一棟建築物來說,是很準時的 這個出入口是跟傾軌站共用的 即是一落傾軌,就可以經過這條行人天橋 走回你家,或者你想去的地方 對,名字叫做基馬拉斯行人天橋 前面就是基馬拉斯大馬路 基馬拉斯,我看起來好像是葡萄牙的地方名 是一個葡萄牙的城市名 前幾天上網有個鐵文說 有人不小心掉了東西 說這裡的渠和旁邊的風口做得不好 那麼小心一點,在天橋上下跌東西都很難搞的 都沒辦法了 我覺得現在來這裡看到,其實真的不是很大的 我目測到扶手有些跡 我們直向近一點看看 有些跡嗎? 即是以剛剛開通而言,這麼快有這麼多跡 會不會是因為太多車的關係呢? 那麼可能是剛剛開通就未來得及完善清潔措施 應該是的,去到這裏就是圓形地的運動場 沒錯,這裏其實有一個升降機和樓梯 這樣下去下面的運動場圓形地 我想的構思就是連接輕軌站和民居 還有前面很多的民生設施 據稱下面,因為那條馬路經常塞車 因為以前很多斑馬線過路 變成都影響了很重要 所以如果有一條行人天橋 下面的斑馬線就可以取消 那車就可以暢順了 那現在確實,下面的斑馬線 這條大直路全部都取消了 其實澳門應該最長的行人天橋就是這條路 目前是 有個景象我剛剛留意到的,大家看上去看 看到前面一列的白色一點點嗎? 全部都是監控電視來的 剛剛其實我實測過的 每隔十步就有一個鏡頭 看來視乎這條天橋應該是安全到不得了 其實走到上來這條天橋 我想起我去曼谷去旅行的時候 市中心有一條類似的天橋 反而反過來我想起 香港說上環搭完船 有時走到中環 有條很長的行人路 中間可能有些外接人在唱歌 在逗留 如果市民要過馬路 走這條路的時候 走上來這條走 其實是安全的 因為不用透過燈 但有市民投訴 這樣不方便 但我覺得可能是不習慣 沒錯,這條路很長 我們慢慢走一走 好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其他的位置 好 來到這裡 天橋的其中一個出口 其實這條天橋我們目測 經過很多的出口和入口 方便市民居民 上龍落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記錯 以前這裡好像有條斑馬線 沒錯,這裡以前就有條斑馬線 大家可以在這裡橫過馬路 就讓我們在這個時候見到一個 不是那麼遵守交通規則的外籍人士 其實浸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那些車又要讓 其實走一走 天橋比較安全 對於有些 只是想過一條馬路的市民來說 可能這條路 就真的沒有走得那麼快 但安全 對大家都安全 我覺得走多一點路 應該是值得的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它其實能夠疏導到這裡的交通 是 我想這是一個試點來的 其實可不可以在澳門其他地方運作呢 例如是高士德 大家都知高士德是一個 又是這樣走停停停停下 出名交通黑點 數據比較用車的 黑點 那如果在那條 arm心的天橋 會否解決到那邊的問題 其實在那些年 在建造的過程裡面 市民要承受 Guru肌亂要有很巨大的壓力 所以這條路建這邊 這2、3年間 交通真是很不便捷 不過沒辦法,建立好了之後是挺好的 但那邊的路比較窄,我有點擔心未必有這麼好的走過 剛剛就是走過中央公園 這邊走進去就有個政府的服務大樓 其實這裡已經有一個小型的城市生活圈 其實也是,坦仔本身就是一個小型的城市 以前坦仔不是那麼多人住的時候 其實就叫做很遠的地方 不過現在就成規模 現在一條天橋就已經接駁了所有東西 其實好像比以前好多,而且你不曬 最重要是不曬 我們以往走一條街,由早到晚這樣拍 就一定是一頭大汗走到濕著去尾 我覺得走這條很傻的 因為澳門地少,人多,唯有向上空發展 重點是首先要先規劃 這也是我們經常說的事情 這條天橋的那個介紹 就有說到這裡尾段下去就跟湖盤很近 其實是,你在這裡下去 我想走多五至七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湖盤後面 那這裡下去就是,這裡就是寶龍那邊 是,這裡是一個圓形地 是,OK,OK 另一個圓形地,兩個圓形地接著 我們實測,我們走完這條天橋 之前大概是十五分鐘左右 最後另一件事,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一直這樣走過來 真的見不到濕車的情況 如果你開車,人家知道這條路都相當塞的 要解決了這裡的交通問題 因為那件事情真的很厭煩 明明是一條路,你可能在這裡塞了三十分鐘 可以說是近年來比較成功的一個建設 OK,我們覺得值得是鼓勵的 這件事是 為政府作為一個鼓掌 好了,今天介紹這個行人天橋 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拜拜